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葵老师 小葵老师 我现在正在台南市的 南科石中国小部哦 先来欢迎两位小小的校园导览员 欢迎玉瑞还有陈铭 嗨 大家好 嗨 小孔好 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一些 很特别的地方呢 好像赶快来去看看了 走 小孔 等一下 怎么了 其实我后面这个白色的建筑 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之意 白色的建筑 是很漂亮没有错啦 可是看不太出来哪里特别 这可是跟一般的建筑 大大的不同哦 这是绿建筑 绿建筑 是什么东西啊 绿建筑就是节能减碳的意思 可是这个建筑也能节能减碳吗 它是怎么做到的啊 跟我们进去瞧瞧你就知道了哦 好啊 GO 走 你看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就是用这种很大的落地窗 就可以增加光线 减少开灯啊 对啊 这边都没有开灯 可是看起来却一点都不暗耶 我们的教室也是哦 连教室都是 怎么这么好啊 不过你们学校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方式是可以用来减少用电的啊 跟我们走吧 带你去看一个更酷的东西 更酷的 赶快带我去 走 你们说这里很酷很厉害 哪有啊 不就只是一个顶楼而已吗 骗人啊 小朋友 你不要急啊 画面就是我们很酷的地方 它叫做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是在做什么的啊 太阳能板是吸收太阳能转换为电 让我们使用哦 是哦 真的是很酷耶 那这样子是有几片呢 总共有100片可以提供8000瓦的电力哦 你们怎么真的这么厉害啊 连电都可以自给自足耶 那你再跟我讲一下那个是什么 我刚刚一直很好奇耶 哇 你们学校也太酷了吧 超科技的耶 不是这样 我跟你说 我们学校每个地方也可以无线上网 每个地方都可以无线上网 也太赞了吧 那这样子啊 你们不就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想要上网就可以上网吗 那不就还好我今天有带手机来可以 小狂无形 我们虽然可以无线上网 但是老师有规定说 我们不能带手机来学校 也只有上课的时候才能上网 说到电脑课你们都是上些什么啊 我超好奇的耶 我们都上怎么使用网路 还有用网路的注意事项 不过呢 像我最喜欢上网的啊 就是可以玩游戏放松心情 还可以看看Facebook 看朋友都去哪里吃啊 去哪里玩啊 那你们呢 你们上网都做些什么啊 我都用视讯和在新竹的阿姨聊天 真的喔 那你呢 我都要去上网买东西 但是买东西的时候要问爸爸妈妈 这倒是真的 看来你们两个都很了解 上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的耶 那小卫老师 你也帮我问问看 现场的同学他们上网都是在做些什么的吧 好 那现场的小朋友 请问你们爱上网吗 喜欢上网的人打圈 没有很喜欢的人打叉 我看看 喔 一整片绿 只有四个人是打叉的 那我很想知道你们上网的时候 觉得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一定要上网 好 奇伟说 上网可以那个 可以买书 而且还能查资料 是喔 来 雨晨 可以用电子邮件跟远方的朋友通讯 好 那不晓得大家说到上网这件事呢 还有上网的过程里面心情怎么样呢 好 我要请键台 好 键台来 我们来 这个表情是 很开心因为 所以在上网的时候 你就在一个自己的欢乐小天地 是这样吗 跟键台一样 说到上网 想到上网 超开心的人打圈 又是一片绿 只有两个 三个人是打叉 好 谢谢键台 还有没有别人 好 奇珍来 是这个情绪啊 说看这是什么 因为有时候电脑会当机 然后你就不能看到想要看的 影片啊 或是资料 对 所以忍不住你就气起来了 常常也会有这样生气的情绪的人 打圈 十个人打叉 那所以大部分人都还是蛮欢乐的 好 谢谢你 好 键志选 这个表情是什么 来告诉我 因为摆完得很开心 可是玩到一半的时候就要结束了 玩到一半就要结束了 所以你这个表情是 难过 好 跟键志一样 一想到又要关机了 又要收工了 就有这种难过的心情的人 打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人打叉 好 谢谢键志 有没有谁是没有很爱上网的 要跟我分享的 有吗 好 来 你来 是这个表情啊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查资料的时候 都查不到我想要的资料 对 然后就会还要查到一些很奇怪的 稀里乖乖的资料 都会感觉很惊讶 所以你就忍不住惊讶起来 对 好 会和婷又一样 常常有惊讶的情绪的人 打圈 怎么会查到这个呢 我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个人 好 谢谢你 婷佑 请坐下 老师 所以说起来呢 这上网这件事情 带给我们 多彩多姿的情绪反应 错终复杂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小孩呢 碰到网路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一定是什么 开心 对 所以刚刚开心的是不是很多 但是再讲下去 你就发现 网路为我们带来的 不是完全都是愉快的 舒服的情绪 对 比如说就是因为它太快乐了 它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系 让我们大脑就会 一直想要去做这件事 可是你想想看 一个人如果从头到尾 都在电脑里面 我们会丧失很多 跟真实世界接触的感觉 所以大人就一定会 时间到了会提醒你说 我不可以再玩下去了 所以为什么刚刚有人说到了 一定会被中断 对 中断一定怎么样 不愉快 心情不好 是的 那也有同学发现 我觉得很棒 网路虽然提供给我们 非常非常多的资讯 但是跟书不一样 书籍是经过整理的 对 网路有很多的东西是 你自己可能东一块 西一块 然后慢慢去拼凑 所以刚刚有同学提到 很棒 会很惊讶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老天啊 找到什么东西 有时候不如我预期 对不对 有时候花了好多好多的力气 结果没有找到 自己真的需要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就会惊讶 那甚至还有小朋友提到 你知道爸爸妈妈 会不会限制孩子 上网的时间 会 一定会的 然后电脑也常常会怎么样 有状况 尤其很多人使用的时候 就会当机 对不对 就会塞车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很容易什么 不耐烦 对 所以我们看到的 网路为我们带来的 你好好的去善用它 它确实可以为我们的生活 添加很多的快乐 可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不知道节制 或者使用的不恰当 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去查你要的东西 你就会产生很多 其他负面的情绪了 谁要告诉我 上网有什么缺点 好 药萍 就是因为那个 有时候在玩电脑的时候 那个会伤害视力 眼睛会受影响 对 不过看起来你还没近视 已经近视了 已经近视了 好 视力问题还有吗 有时候就是太常玩电脑游戏 会减少我们跟家人的互动 所以说起来老师 上网有力 但确实也有弊 是 上网除了好处之外 它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其实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有小朋友提到 其实我们身体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视力是最重要的 最明显的 还有如果你在网路上很久 我们知道网路跟你打篮球的时候 哪一个运动动到的肌肉比较多 打篮球 对 所以你在用网路的时候 只使用少部分的肌肉 而且用很长 维持同样的一个知识 有没有人上网之后就觉得 腰酸背痛 甚至肩颈会很发痛 对不对 所以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其实是大的 第二个小朋友也提到很棒 叫做人际关系会受影响 对 结果跟真实世界就越来越遥远 到最后真的不会跟真人互动了 这是人际上的影响 那还有一个是小朋友比较没注意到的 我们学习也会受到影响 学习会受到影响不是都好处吗 是啊我们看到刚刚提到了 网路上有很多很有用的资料 对我们在学习的丰富度上是有帮助的 但是网路的资讯来得非常地快 所以小朋友很习惯 一个讯息不喜欢马上就怎么样 切换 对 那这个跟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面 去建立我们对外在世界的了解 那个机制是不一样的 我们对外在世界是需要经过什么 思考 那我们已经很习惯坐在这里 不停地有资讯进来之后 我们就会不耐烦思考 所以学习上面的一个影响 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会忽略掉 那情绪不分当然大家都提到了 上网除了开心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很挫折 很愤怒 很不耐烦 很难过等等 很失望了负面的情绪 所以上网这件事呢 虽然马上让我们联想到浩瀚的网路世界 但是呢 你是不是真的能如鱼得水呢 马上进行动动脑时间 脑筋转一转 一起玩游戏 网路寻宝我最棒 请两组同学用资源回收为主题 上网搜寻相关资料 但是内容必须要星期特别 计时五分钟 最后请现场的所有人担任评审 一起来评分 预备计时开始 好 大家都已经在搜寻隐形的第一页 好 资源回收能够怎么样做 才是让人家感觉最新奇的吗 我要有特别的答案哦 不要再说一个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了 哦 最特别的资讯 一个笔记 知道要讲什么就好了 这样 四分钟了 快 四分钟了 一个不小心四分钟已经过了 所以老师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查资料 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怎么一直绕圈圈的感觉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了 好 我们先给这两组掌声鼓励一下 哇 两组非常认真哦 好 先站起来 请大家听听看他们查到的资讯是什么 第一个是资源回收的地图 第二个是资源回收再利用发明丸 第三个是资源回收量审报 第四个是学习资源回收的分类 和原理利用回收物品做玩具 等一下 那个资源回收地图是什么 就是一些有在做资源回收的分类 然后你如果找不到 例如说你要做资源回收的一些买卖 然后要换钱 然后可以去那些查到资源回收 可以上网利用资源回收的地图 男生主来 男生主来试试看 请问是凯恩要说 社区或学校有不同资源回收桶 分类收集卖给回收商的所得 可做福利金或推动资源回收工作之用 好 我们先给这六位同学热力的掌声 掌声鼓励鼓励 好 请你们都先坐下 好 好 现在就面对男生主查到的资讯 跟女生主查到的资讯 请现场的小朋友们做评断 好 你觉得男生查到的资讯 对你来说比较实用 请打圈 觉得女生主的资讯 对你来说比较有帮助打叉 请表示 现场是一片绿 一二三四五六 都是男生的比较多 女生只有六票 对啊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觉得男生主的资讯 对你来说比较有用 来 因为男生的就是比较实用 女生的就是有点听不懂的意思 只有名词 没有内涵 只有大标题 所以一念导是男生疑 怎么会这样 满车说我一样 不过老师 我现在感觉 上楼这件事情好像很容易 但其实又不简单 是 其实就是因为太习惯 使用网路了 接触资讯太多了 会一直讲究要快 而忘了 其实当我们面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 要先慢下来思考一下 到底我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比如你先打资源回收 因为要在这个领域里面 但是接下来如果你再打上什么 创意或者叫做新奇 还有方法 你看 马上会更接近 我觉得现在应该要回到一个最重要的事 就是面对这浩瀚的网路世界 大家有没有自知知名呢 马上进行体验活动 以下有五种情况 请大家想想看 你有这些经验吗 一 如果可以 你会希望许多事情都能重来 二 很喜欢的东西明知太贵 还是会忍不住买了 三 你会凭感觉做决定 四 做了计划实践的不到一半 五 别人说你太冲动了 每个题目有很少一分 偶尔两分 经常三分 三种答案 请选选出符合你的情况的答案 然后算出总分 那老师 这个测验到底是要玩什么 好 我们先来看 其实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常会出现的情况 这五个题目 如果你勾经常这样的话 通常代表你的自知力可能相对比较差一点 你老是在后悔 所以表示你常常在做事情之前没有想太多 那所以这些是在测你的自知力 那当然这个最主要是让我们发现 如果你自知力不好 通常在使用网络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迷惘 沉迷在里面拔不出来 分数是五到七分 表示自知力很好 现场有八个人 请继续保持 品涵是六分 谁呢 品涵几乎都是一的 对啊 唯一一个两分的是 如果可以希望很多事都能重来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考题一些 前一天都没有复习 然后就考很差 五到七分呢 代表你的自知力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那表示你有五题 都是勾一 很少这样 所以你很能自我克制 那顶多就是可能有两题 你是勾二 偶尔这样 或者有一题是勾三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小朋友呢 其实你在这个年龄呢 自知力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分数八到十一分 自知力中等 现场有二十二个人 建议请别人帮忙提醒哦 陈勋呢 是九分 然后陈勋觉得呢 会凭感觉做决定 是三分耶 说说看 什么事情会凭感觉 就有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就 就凭感觉就做决定 你不管结果怎样 好 感觉就这个 这样 那有没有后悔 没有 没有后悔 我看一下哦 希望很多事都能重来 是偶尔耶 好 所以别人说你太冲动了 也是偶尔 所以你的得分是九分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在八到十一分的叫自知力中等 那你想要自我克制 可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 还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呢这些小朋友呢 第一个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再努力一点 怎么个努力法呢 你想自我克制的时候 你自己又克制不了 很重要的就是借助他人的力量哦 那所以也许可以跟爸爸妈妈先说好 所以呢我想很重要 也就是说你需要借重一点点 外面的力量来提醒你 分数是十二分到十五分 自知力不太好耶 现场有三个人 建议请爸妈和你一起 做时间规划 好 那就要问朔宽了 你得分十二分耶 所以你平常上网的状况是怎么样 妈妈都不让我上网 只有在电脑课才可以 所以你一到电脑课的时候 就得意忘形 控制不了 第三阶段的 自知力比较弱的孩子 很可能你包括计划的能力 还不够 所以最好是请爸爸妈妈 甚至找很成熟的同学来跟你一起 你可以请教他 怎么做计划呢 譬如说到底电脑是怎么使用 上网一次大概上多久 然后一个礼拜最多只能几小时 请大人或者是好朋友来 跟你一起做计划 然后甚至请他们当你的什么 当你的纠察 对 所以这里要提醒一下 爸爸妈妈确实要留意 就是说如果只是一味的禁止 控制得太严格 管教太严格的时候 孩子不见得能够发展出自制力 孩子的自制力是需要我们大人 跟他一起讨论 一起执行 帮忙规范他 帮忙盯着他 鼓励他 他才能够发展出来 那说到这里 小恐龙你已经完全明白老师的建议了吗 我明白了 反正就是再给自己多一点点的提醒 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我自己知道 可是我看了很多同学 其实还没有很清楚的话 那我要怎么帮助他不沉迷网路世界呢 好 那这一题呢 我们就要用行动轮盘来解决 好 谁已经想好了 行动轮盘的哪一个解决方法最好用呢 请举手 那我要请 应征 好 应征来 说出来 说什么 那他如果不听呢 再劝一次 不断不断地劝他说 不要沉迷 不要沉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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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觉得会成功吗 有可能 好 谢谢应征 请坐下 那我再请 丁一婷来 做约定 好 说看 我会跟他做个约定说 就是上网的时候不要一直玩 要克制一下自己的上网时间 这样好像也蛮不错的 好 谢谢你 那我来问男生 逸显 求助 找谁啊 就找身边其他比较没有那么沉迷电脑的同学来帮忙 这样子那个会比较有效率 那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容易沉迷的人 是 所以你要找谁求助 就身边比较不会沉迷电脑的 所以你自己要先求助 是吗 对 好 祝你记得求助好不好 好 请坐下 老师 除了这几个方法以外 请老师再给我们一点建议 我们先说明一下 我觉得我们南科时中国小部的小朋友非常棒 因为他们三位所讲的方法刚好就是 一 二 三 三个步骤 进阶 第一个小朋友一定先选择什么 先提醒他 告诉他 尤其刚沉迷的人 很亲为的人 你提醒他可能是有用的 是 对不对 但是如果沉迷得比较严重 光是劝说有没有用 没有 没有用 所以第二个叫做做约定 很棒 什么叫做约定呢 沉迷网路的人很容易慢慢忘记 生活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乐趣 他的生命只剩下什么 网路里面的乐趣 所以做约定就像刚刚说的 你少玩半个钟头 然后我们去打球吧 或者我们一起去逛逛街 或者我们去图书馆看看书 或者我们一起去看好的影片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就是第二步骤 很好用的招数 第三个呢 我们小朋友终究是什么 同学嘛 对 有时候我们的劝说也没笑啊 然后就算呢 把他带出来玩呢 还是不够啊 那这时候最重要就是要求助 真正懂得怎么样帮助 这位同学的大人 或者像刚刚一显说到的 也许你的同班同学当中 就有人很厉害 有好方法可以帮助这个小朋友 来戒掉上网成瘾的这件事情哦 不过啊 说起来啊 面对啊 这五花八门的网路世界啊 上网真的让我们眼花缭乱耶 真的希望大家多练习 有智慧的重要的关键搜寻方法 在练习呢 控制自己的欲望 好好的调整 那我想啊 上网会既有趣又有收获 那就一举数得咯 祝福大家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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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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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沮丧 也不要哭泣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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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难免犯错 改过才要紧 我真心说没关系 没关系 丢着烊主管满满的大石头 我真心说没关系 把父与